各位咱们准备开始 坦白的说到高三了 到高中的最后一年 到了18岁的年纪 如果你还不能安排你自己的时间 老师如果不留作业 你就不会念念书 不会学习 那么你到了大学去 恐怕也学不出什么东西来 高三这一年除了准备考大学之外 还有一个任务 是要做一些大学学习的模拟 所以我很看重 同学们在假期里的自我的安排 这个自我安排 如果让我讲 我从一个班主任的角度去说的话 那么我会提出来 要把你自己的这六科高考科目 要想清楚 在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能够想到 自己什么是强项 什么是弱项 如果你说我没有强项 我全弱项 我吩咐 这六科很平等 这个反正就比较困难一点 如果这种状况 维持到一模前后 那么基本上你今年的高考 就大失去意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拿着手墙项 这个墙 什么叫墙 多少分叫墙 没法说 看你需要多少分 看你需要多少分 咱们满分750对吧 750是不是放着 一般来讲 640分上北大 是没问题的 踩点地雷 630 咱们把630作为一党 作为北大清华这一党 那么人大 北师大 大概就是600那一党 600或6101 有的时候它会有点差距 对吧 你再往下看 大概二三十分是一党 那么你多多少少应该知道 自己所想报的学校 或者自己所想报的那一类学校 处在第几党上 换言之你有多少分 你的高考目标就够了 假如说我600分就够了 600分对我来讲 是我想去 我去的学校就都能去了 那么600分当中 我这六科怎么分 在这个条件下 判断哪一个是我的强项 哪一个是我的弱项 能明白吗 这样你大概分清楚以后 你分配你的时间和精力 就要有相应的这种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 从一天的时间来看 什么时间干什么 我个人认为很重要 举个例子来说 每个人一天的这个生理周期 总有明白的时候 有半明白的时候 有半糊涂和全糊涂的时候 但是你不能说 我就什么都不干了 我累了我就睡觉去 你已经很累了 你玩了整整一学期下来 你已经很累了 你天天睡18个小时也未必够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作息时间 比如说我不用太早 我早上八点 踏踏实实的开始念书 干到晚上八点或者十点 一天总来还有十来个小时对吧 至少十二个小时左右 我觉得这个时间你要分配 什么时间干什么 什么时间成块 什么时间是碎的 块的时间干什么 碎的时间干什么 这学问大了 我的个人理解 在这呈现给大家 你结合你的情况来判断 用不用我这方法 我认为数学永远是用大块时间的 当你有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最黄金的时间能凑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早上九点到十一点 假如这是你比较精神的时间的时候 那么用它来做数学 对文科班而言 数学不但是150分 是拉开差距的那个分数 而且数学可以使我们思维更精密 思维更严谨 它可以使我们在历史答题当中 不胡说八道 有人这俩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有 你放心 绝对有 我的观察是数学学不好的人 历史一定完蛋 即便他把老师那个答案全都背下来了 呱呱往上追 最后得分也可能很高 那是因为判分的标准是 只要你答对了点 我就给分 你答错了 我不倒扣分 明白吗 那也就是说你记忆的够熟 写字够快 你把一本书全写上 你都能得满分 因为那点几乎全在书上的 你光机抄一张书在上面 你看你得不到满分 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历史学的好 数学和历史这样的东西是希望同学们能够结合在一块的 我认为大块黄金时间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那一块的必须给数学 历史像我这颗用什么时间呢 用相对大块的白银时间 您别夜着四点钟起来 我背历史吧 你能把你们家耗子吓着 历史需要的是比较好的时间 比如说 如果数学做完了 中间休息了一会儿 精神还不错的话 那么中午如果你没有睡不觉的习惯 有的时候吃完饭以后 让它消化消化 过一个小时左右 那个时间可以叫白银时间 或者中午小睡 15到30分钟 中午别没完没了睡 一睡睡四个小时 那晚上一是晚上你就睡不了了 第二晚上的状态很差 中午打个盹 外号叫狗眨眼就行了 千万别多睡 半个小时足矣 睡多了没用 睡过来以后 请来那个时间给历史 因为历史需要背 需要记 需要理解 需要思考 什么时间是给外语和语文这样的科目的呢 所有的碎时间 我不是瞧不起人家 因为语言是干嘛 语言是一个日常生活积累的那么一个过程 早上刷牙的时候 镜子上贴四个单词 刷左边被left 刷右边被right 然后自己去想 我的大脑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left brain has nothing left nothing is left 我的right brain nothing is right 整个这位傻子 用三四个单词往这一贴 两分钟三分钟 这就一边刷着一边看了 这就很好玩 这种碎的时间 我希望你能够高效的利用 它不是没价值 而且碎的时间到处都是 你坐那等着吃饭 你妈说吃饭咯 好往这一坐 当然也得干点活 也别关上你妈把饭给你端上来 这属于找抽行的选手 干点活也行 在你们家碗上贴了单词 端着碗跟这盛饭的时候背一个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上电梯的时候 坐汽车的时候 语文 我一直认为语文是没法复习的 地理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科 是吧 地理是文科中的理科 那地理用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人文地理的处理方法等同一历史 自然地理的方法 瞧你的运气了 那东西学了明白 学不明白 这不推靠谱这事儿 这需要看你的运气 还有一个伟大的科目叫政治是吧 政治这样伟大光荣 而且正确的科目 一定要在心态很平和的时候 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 去大量的时间去背证制 总之你自己把自己一天安排好 要给自己盯课表 要用闹钟的方式上下课 一定要中间有休息 你不要以为我关在小黑屋里边 我待上四个钟头 我妈就心花怒发了 你一定注意不是的 你不是在那趴在那干活 写东西背书做题 你的效率就高了 必要的时候出来休息休息 五分钟也好 十分钟也好 你就记得 如果你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一段 中间一定要有一次休息 明白这意思吧 这样你下一段会更舒服 休息的时候 要采用轻松的方式去会议 比如说那十分钟我休息了 把十分钟电子游戏 打完了眼绿绿的就去干下一段去了 你倒很遵守时间 瞧那题都是绿少的 这不行了 要尽量的采用一种 轻松的平稳的休息眼睛的方式 这里边有很多的科学道理 咱们就不在这一一的细说了 想来你们干了这么些年学生这个专业工作 也应该能明白 必要的时候什么做到原宝检操啊 脚趾抓地啊 是吧 练了你们家地毯的强度 我在做这个课的广告的时候 我把它写成叫最光辉的时刻 也许你在报名的时候已经看到 最光辉的时刻来自于 丘吉尔在他的二战回忆录当中 有一章叫最光辉的时刻 那一章所写的内容是 纳粹德国开始空袭英伦三岛的时候 一直到后面苏德战争爆发 之间将近一年的时间 英国几乎是以一国之力 对抗整个欧洲的纳粹 丘吉尔临危而受命 在那种状况下带领英国的军民 共同抗击纳粹 最后他在晚年把回忆录当中的 这样的一章 这样的一段历史 命名为最光辉的时刻 我的感觉跟同学们现在的状态 有一点点类似 其实经过高好的人回头看 都会发现 因为高考而痛苦致死的 几乎没有 现在你们可能就是有一种痛苦的要死的感觉 但是回头来看 也就是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 所以没什么了不起的 英国的我们基本上就说完了 对吧 我们来看看美国 咱们书上讲美国 讲的是美国代义共和制度的建立 注意它这个题目 代义制跟共和制是两码事 对吧 代义制说的是什么 代义制说的是一种议会的组织形式 对吧 它的国会是由民选出来的 国家的政治格局是由精英代义的方式来做的 代义制对着那个反义词 那都是民主制度吧 但民主制度里代义的反义词是什么 咱们前面讲过就叫直接民主 对吧 是古希腊式的那种直接民主 代义制本身又叫间接民主 而共和制指的是什么 而共和制指的是什么 什么叫共和国呀 共和国指的是国体是没有世袭君主的国家 或者国家元首不是血缘世袭的这种关系 对吧 那么这样的叫共和国 在这你会看到美国代义共和制度说的是两回事 这里边做题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的陷阱 比如说美国是不是第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美国是不是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不是 第一个是谁 是荷兰 荷兰革命以后建立的一个联省共和国 但是荷兰的那个共和制度并不稳妥 美国可以说是大国当中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美国是不是第一个联邦共和国 是不是第一个 就是联邦制是不是美国人创立的 咱们还是有很多同学很 很有一些糊涂的这种想法 不是 联邦制是英国人创立的 联邦制是英国人创立的 美国是不是第一个两党制的民主国家 不是 两党制也是英国人创立的 对吧 虽然英国有自己的这个 有自己的君主立宪的这个传统 但是它的政治形式是两党制 责任内阁制 这些都是英国人创的 对吧 你要说共和国 其实英国还有个应激利共和国呢 对吧 虽然很短 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 我们需要看到美国之所以是美国 之所以有它最大的不同点 它把什么东西 可以作为它对人类民主政治的一个实践 一个应用 是最突出的 可能也就是我们要提的这美国宪法 这个美国宪法里边 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 是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 是不是美国 是不是第一个在美国宪法里得到完美体现的这么一个革命 是的 英国有吗 英国不是三权分立 因为英国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三权分立的学术 对吗 好 我们回来看看美国这 在这当然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还有选修课里的华盛顿都要搁在这里边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北美殖民地的这个发展 一提北美殖民地就跟什么历史事件能够联系上了 你自己想 我一提北美殖民地 北美是个地儿 对吧 一提北美 美洲 那就跟新航路开辟连上了 殖民地就跟早期殖民扩张联系上 对不对 而新航路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是不是同步的 西班牙葡萄牙一边开辟新航路 一边进行殖民扩张 咱们前面提到过 对吧 好 跟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联系起来 我们也可以知道早期殖民扩张针对的这个殖民对象 主要就是美洲 那么美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美国这个地方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也是殖民地 比较早来的西班牙人 我们知道西班牙人主要去的是南美 对吧 也到北美 北美就是墨西哥以南 可是墨西哥不是今天的墨西哥 墨西哥在历史上曾经占有今天的墨西哥 加上全部德克萨斯 全部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州等美国南部的这些州 换言之就是美国今天的西南部完全曾经完全属于墨西哥 美国的东南部的那个著名的州叫佛罗里达 对吧 那也是西班牙殖民地 这些地方就基本上贯穿了美国的南部的这些地方 那么西班牙人曾经在这建立了广毛的殖民地 但是后来西班牙衰落了吧 衰落以后 在美洲地区比较活跃的势力 就是荷兰英国法国这些 我们回到欧洲的历史上去看 荷兰英国法国在殖民力量上开始超越西班牙葡萄牙 这是一个什么的结果 荷兰英国法国开始超越西班牙葡萄牙这种新航路的开辟者 这是什么事件的一个结果 咱们提到先不到工业革命了 还肯定不到那 你想想看西班牙葡萄牙在开辟新航路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是君主国 没错是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国 对吧 所以它可以集中财力物力去做一件大事 但做成以后 它从美洲掠夺来的大量贵金属 或者在海外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当中 获得的巨额的财产 是资本吗 财富并不一定等于资本 对吧 只有交到资产阶级手中 它才能变成钱能生钱的巨额资本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两个国家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基础的时候 大量的这种财富涌入欧洲 实际上只不过是经了一下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手 把这个钱又转手交到了荷兰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 荷兰是一个商业资本巨发达的国家 英法是工商业资本巨发达的国家 对吗 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俩老地主 抢了钱以后拿这钱都去买奢侈品 奢侈品由谁来生产呢 英法来生产 荷兰是负责卖 这样的一个流动 使得西班牙葡萄牙并没有真正的拿到殖民扩张所带来的这种最后的好处 他们的衰落也是一种历史的变化 17世纪荷兰是海上马车夫 对吧 那么荷兰人曾经控制着世界海上贸易50%以上的份额 甚至有人说达到三分之二 15000艘荷兰船密集的遍布于世界的各大洋 来往于世界的各大洲 但是荷兰最要命的弱点 咱们也提过 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共和国 对吧 他为了做生意 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不顾任何原则去赚钱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缺乏相应的什么基础 工业基础 哪怕是手工业基础 咱还提不到机器打工业 手工业基础也是工业基础 对吧 工商业联合起来发展的前景 要比单纯的商业发展模式要稳妥的多 英法这样的国家开始崛起 而且跟荷兰构成了一定的争夺 大家从今天这个城市叫纽约是吧 纽约这个城市原来叫什么 叫新阿姆斯特丹 我不用解释了 新阿姆斯特丹变成了新约克 英国取代荷兰 成为他当时的世界上的这种海上霸主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英国对北美的殖民 因为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 我们现在所说这个美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 我需要你注意这样几个事 第一是1603年出了一档子事 这一年英国都夺王朝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死去 死后无四都夺王朝灭亡了 谁来继承他的王位 还记得吗 在讲英国的时候 我们提到一个叫詹姆斯的人是吧 他在苏格兰叫詹姆斯六世 在英格兰叫詹姆斯一世 开创的王朝叫什么 叫斯图亚特王朝 对吧 斯图亚特王朝一上台 我们已经在英国那开始看到 英国的资产阶级 跟封建专制君主之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 最终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了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17世纪初对吗 17世纪初到17世纪上半叶的时候 是不是正处在英国的内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日趋计划的时候 一部分人离开英国离开欧洲到遥远的新大陆来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人有很多人曾经去跨越大西洋 比如为了躲避这个血腥玛丽的那种宗教仇杀 有的人就跑了就藏起来 据历史明确记载 第一个在今天美国范围内建立的这个殖民据点是1607年 1607年一艘船把一些欧洲人运到了今天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地方叫詹姆斯顿 詹姆斯顿 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名字 美国的第一 就在北美的第一块英国殖民地 从州这个大集来讲 这大殖民地叫弗吉尼亚 叫Valginia Valginia这个词是 它的词根是什么 是Valgin 也就是是处女的意思 这个处女有人理解为这是第一块殖民地 所以是叫小姑娘殖民地 没那么浪漫 她为了纪念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不是勤劳国事忘了结婚的吗 所以导致自己吴后独夺王朝灭亡 这个事情很重要 你知道 不孝有三吴后为大 我们老夫子的教育是很正确的 为了纪念这位处女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把这个第一块殖民地叫Valginia 而第一个据点叫詹姆斯顿 1607年建的 2007年的时候是这个殖民地建立 这个殖民剧建立400周年 那一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美国第一站 詹姆斯顿 你看看这个地方 詹姆斯顿这地方纪念谁呢 詹姆斯一世 对吗 所以那个时候跑去殖民的人 基本上都是奉国王的名义 他还是有这种忠于英国 忠于英国国王的传统 你要把这个搞清楚 不是说到那去的都是造反的反革命 不是的 那个地方应该说还有很多这种跟英国传统的联系 那么这些人从英国从欧洲源源不断的到北美这个蛮荒的大陆来 进行拓殖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受的风霜雨雪和各种疾病各种的这种危险都不用再说了 他们却勇敢的来 他们来这 有从两个角度来讲 第一这些人赋予冒险和自我实现的精神吧 也就是说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很繁荣的欧洲 我找不到我合适的位置 我出于某种目的 比如宗教信仰的 比如财富的 比如什么什么都不管的是什么 反正我在这待着不舒服了 我就走 你自己想想美国人的基因里是不是有这个玩意儿 美国人最敢闯的一个民族 什么都敢是最能折腾的一帮人就是美国人 因为他们的血统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基因 种野性的基因 另外一种就是他们跟英国的关系 我在这强调这个 他们跟英国的关系是他们认为自己 那会没有美国是吧 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是弗吉尼亚人对不对 或者认为自己是詹姆斯登人对吧 他们还会认为自己是什么人 是英国人 是海外的英国人对吗 你把这条要想清楚 将来这事有用 因为当英国的英国人迫害北美的英国人的时候 北美的英国人有权利选择不当英国人 这就是美国革命 明白这意思吗 我再说一遍 当英国的英国人迫害北美的英国人的时候 北美的英国人有权利选择不当英国人 美国革命是不是就这么折腾出来的 一定要强调在革命之前 他们是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 明白这点就好 待会我们有话说 1620年的时候 有一艘船叫五月花号 五月花号带来了112个欧洲人 主要是从英国带过来的 那么他们停在当时的马萨诸塞这个地方 在这儿 在距离海岸只有一箭之饶的时候 这些在海上已经漂泊了很久的这些人 决定把船停下来 当时船上一共有41个成年男子 当时的女性和孩子是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的 41个成年男子在停了的船里面下到底舱开了一个会 最后41个人达成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是美国宪法史上非常著名的 叫五月花号公约 叫Mainflower Compact 五月花号公约被誉为是美国历史上的精神宪法 其实这公约非常简单 公约的内容就是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国王的名义 什么就是为了一堆废话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拓展一个殖民地 下边这很重要 我们所有这些人在此在上帝面前立誓 我们将遵从我们选出来的为了所有这些殖民地人民利益 最大利益而建立的各种法规 各种条例 各种制度 还有各种公职 公职就是官员吧 因为来就是我们建立一个民众资质团体 而这个民众资质的团体是要通过我们41个成年男子聚在一起商量妥协签一个合同的 大家想想咱们前面讲过的启蒙运动 这是什么 这Mainflower Compact实际上是社会契约对吗 你从这就已经看出来这帮人脑子里边是有根深蒂固的启蒙思想 所以我们书上说在美国革命之前一百多年就已经在北美大陆上流传这种启蒙思想了吧 这个一点不过分 Mainflower Compact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学历史的人很感动 所以我后来买车的时候挑车号 我挑了个1620 我挑的是NE1620 能猜出什么意思呢 经NE1620 别炸我车带 NE什么意思 你看这是一个肯定是英文缩写是吧 这是New England 新英格兰1620纪念512号公约 我挑车号是我设计的 这是我的事 一看就是一历史老师跟着做的是吧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这样的一篇文字很短 但是他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历史文献当中都列在第一篇 都列在第一篇 这个重要性不言而语 讲这些是说在17世纪初期欧洲或者英国或者欧洲的这些移民大量的开始涌入北美的时候 这是需要同学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殖民地逐渐的建立起来 而建立这些殖民地相当一批人是民众自发的跑到这来建立一个自治团体 也不尽然 也有英王把那殖民地直接赐给某个家族的 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州 大家知道宾州是吧 宾州实际上就是本杰明弗兰克林带的那个州 宾州就是英王为了还债把那块地直接给了一个叫宾的一个英国大贵族了 也有这样的 那么不管什么样在北美地区最终在阿巴拉奇亚山以东由北向南连续的形成了13块连着的一个殖民地 这就是后来美国最初的13州对吧 我们知道这就行了 美国那时候也不能叫美国 这13州是海外的英国 13州的人民认为自己是大陆上的英国人 能理解吗 因为英国人本身是在岛上的 所以他们自己叫大陆上的英国人 而所谓的大陆会议 这些民众凑在一起对英国政府产生了一些不满 跟我们书上提的一些小世界 比如七年战争 七年战争是英法七年战争 主要是在北美打的 是英法争夺北美殖民地的一个很重要的战争 英国打赢了 在这个仗打完了之后就出了点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 英国政府认为我们是为了保卫殖民地而跟法国打仗 所以我们打赢了 我们花了很多军费是吧 我有理由在殖民地收点钱来弥补我的军费 而殖民地认为我们是跟着英国一块打了法国 明白这意思吗 那战争是英法战争 不是殖民地跟法国的战争 我们是跟着英国一起打了法国 打完了就应该给我们点奖励 就这里就法国没什么争议 反正打跑了 英国本土跟北美殖民地产生了对这个战争性质 为谁而打的这个性质的严重的分歧 但是英国人在岛上的英国人具有立法权 对吧 他是殖民宗主 所以他设立了一些税收来弥补自己的军费 而北美人民就非常郁闷 按北美人民的逻辑来看 都是英国人 而在英国国会里没有来自殖民地的代表 对吗 北美人民提出没有代表即不纳税 这个原则是哪来的 没有代表即不纳税 这个原则是哪来的 英国议会 英国要想 就是咱们说那岛上的英国 他要想收税 谁说了算 英国的传统是议会有征税权 对吧 这个在应该是大宪章以后不久就出现了这种趋向 对吧 查理一世的时候也必须通过议会才能征薪税 这在英国是一个有数百年传统的一种 基本上一种信仰了 那么我作为殖民地者 我同样是英国人 我在你的议会里没有代表的话 我为什么要纳税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咱们千万不能拿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去想 有中国特色就是英国那岛上是中央政府 你们这地方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还管不了你个地方政府 你要造反的 你这就全倒回来了 咱们只把它看成跨大西洋两岸的英国 那么在大陆这边的英国人民有没有资格提出不纳税 没有代表即不纳税 有 英国本土也是这样 没代表就不纳税 对吧 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是殖民地的英国人在寻求跟岛上的英国人平等的权利 对吧 这位美国后来的革命 他的正义性满下了基础 那么在抗税的过程当中 英国政府当然觉得很郁闷了 所以就派来了税官 甚至派来了军队 他想用暴力的方式来征税 人民 英国殖民地的这些人民就自发的组成了这种民兵互相进行对抗 这种矛盾越来越激化 殖民地的政府还有人民也想把这矛盾化解了 在那个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要独立要建立一个另外的国家 像本杰明弗兰克林这种人 他们在第一次大陆会议提出抗议以后 他们最高的理想是跑到英国去向英王请愿 希望英王能够干涉 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决 能够让你这一部分的子民跟那一部分的子民享受平等的权利 我这次去英国在那个纳尔逊广场 特拉法尔加广场那 看完了以后我进了一条小胡同 居然在那个胡同的左边的大概第三个门发现墙上盯着一个牌子 本杰明弗兰克林的住处 那是我偶然发现的我真是非常兴奋 让我看到了这位著名的北美启蒙思想家 美国的实际的缔造者之一 他当年在英国的住处 他跑到英国干嘛去了 游说英国的政府官员向英王请愿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惨败 换言之北美地区的这些前英国人最终分裂出来成为美国人 是被英国政府给逼出来的 这个正义感就非常明确了吧 好 那么知道这就行了 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不再多说 来看独立战争 因为第一次大陆会议并没有真正提出独立 他最高的需求是要让北美殖民地跟英国处于平等的位置 在这可能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些不大容易理解的东西 英国跟英王是什么关系 以现在为例 现在的英王是谁 伊丽莎白二世对吧 伊丽莎白二世是不是英国国王 是 他是英国人吗 他不是英国人他是英国国王 他本身当然他也是纯种的英国人对吧 但他仅仅是英国国王吗 不是 伊丽莎白二世现在是17个国家的国家元首 对不对 他是英联邦中很多国家的国家元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英王要高于英国对吗 能理解这点吗 知道今天虽然只是象征意义上没有任何实际权利了对吧 但是英王是高于英国的 那么你记住 北美人民最初想要达到的政治诉求 就是在英王的直接干预下 使北美直辖于英王而不是直辖于英国 能理解吗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是 梦标实现了的话 英王将有多这么一块自己的直辖领地吧 把这个弄清楚 这跟我们中国又很不一样了 我们中国讲的就是 这皇帝就是国家的代名词了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英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日趋尖锐 所以派去的税官经常被人家吊起来弄死 或者抹一身那个利青沾上羽毛 外号叫鸟人 这些暴力抗税的方式在北美越来越多 派军队去镇压吧 也行 但是北美人民的火爆的脾气人人都有枪 也不太好玩 英国也在想 怎么能够把这群桀骜不驯的海外英国人给收服了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税收 包括最可恶的那个印花税 糖税 这些东西实行了一年之后 英国都废除了 就是看到人民反抗在界 他都废除了 他也在想办法要妥协 但是妥协也不是无限度的 双方的矛盾还在激化 这个矛盾最终激化在1773年的波士顿清查事件上 为什么把茶叶给倒了 波士顿来了几艘英国的船 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有一批据说是卖不出去的茶叶 送到北美来卖低价销售 有的老的教材 还有一些历史书非常有趣的写道 说这些茶叶变质了 过期了 或者是长毛了 或者是清销的 反正怎么样都是因为商业的原因 对吧 恰恰相反 这批茶叶质量很好 不是过期的也没长毛 是东印度公司 确实是一批滞销的茶叶 就不太好卖的茶叶 但跟质量无关 这批茶叶被英国政府下令运到北美去 运到北美去 以低价销售 实际上是英国政府妄图借这样的一个手段来改善跟殖民地的关系 你想去的在北美地区的这些英国人都是纯种英国人是吧 都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这个喝茶是英国这个民族应激利这个民族必须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你要能拿到便宜的价格买到好茶叶何乐而不为呢 我这个英国政府给你送去这么多好茶叶很便宜 物美价廉 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 对不对 这是一种缓和的姿态 如果你说这是长毛的 这东西违反食品维生法 这退损了这样 没有证据表明 另外一个 有人说是侵害因为低价倾销 所以侵害了北美茶商的这种利润 对吧 但是你想想如果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波士顿清茶事件中的主要的这些倒茶叶的人 或者那些主谋应该是北美茶商 对吧 北美茶商 是有证据表明他们都是卖茶叶的吗 没有 没有证据表明 这些人虽然叫做tea party 叫茶党 这tea party 但是他们本身不是卖茶叶的 这样一来 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显 到底为什么要把这茶叶给倒到博士顿台海港里去 很简单 跟刚才说的没代表就不纳税的道理一样 北美人民本能的去散赶一件事是什么 英国议会凭什么让东印度公司上北美卖茶叶 英国议会里没有殖民地的代表 殖民地要不要你的茶叶 殖民地喜欢不喜欢你的廉价质量非常好的廉价的茶叶 你做调查了吗 有殖民地人民的发言权吗 没有不许卖 就为这个把茶叶给倒了 所以这里边没有商业的问题 没有经济的问题 是一种主权的意识 换言之最后的结果 英国政府热脸专贴冷屁股 一片好心给你送去好茶叶 你小样的居然敢给我倒了 我抽你 派军队过来 北美人民根本不拎那一套 你抽我 还不定谁抽谁 北美人民一击 从欧洲过来的时候 人人都带枪 人人都是一把好手 而且能活下来的全是好手 不是好手都被印第安人给做了 那是战争历练出来的人物 北美人民有一个组织叫一分钟人 叫one minute man 一分钟人什么意思 一声令下 一分钟之内带着武器集合完毕 相当于一种快速反应不对 人人都是神枪手 那时候打熊打出来的 打人比熊个小多了好打 从这个角度来看 北美人民一点不给英国政府面目 双方的矛盾就越来越激化 就差一刀火索 莱克星顿枪声 莱克星顿枪声实际上是英国人想去拿下北美民兵的一个火药库 说白了就把你的火药库一摧毁的话 那你就没有力量跟我对抗了吧 咱们就可以谈了 在最终北美的民兵在莱克星顿这个地方打了一个伏击 请记住 是在英国人捣毁了火药库回来的路上打的一个伏击 如果你现在去美国 你看美国历史上有比如有一个银匠 就是做银器的银匠叫保尔瑞威尔 他负责挂起一盏红灯向周围的人传递英国人来了的这种消息 他也是民兵之一 莱克星顿枪声标志着北美独立战争的开始 最终你会发现北美人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这种努力 那么就得开第二次大陆会议了 第一次大陆会议没用的吧 没有能够明确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这种目标 第二次大陆会议上明确决定了 有人还在争说我们是英国人我们不能跟我们的母国就产生这种决裂 但是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叫帕特里克亨利 就Patrick Henry 这个人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很简短 演讲当中的核心词后来被用来作为这段演讲的题目 叫做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听过这段演讲吗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把这词一翻译过来叫不自由污宁词 叫不自由污宁词 帕特里克亨利这个演讲起到了巨大的这种煽动的作用 最终第二次大陆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跟英国全面开战 并任命在七年战争当中有一点点表现的前英军上校乔治华盛顿来担任大陆军总司令 乔治华盛顿推卸了几次之后绝对推不掉 然后就决定干了 那么他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姿态 就是在未来的战争当中我担任统帅 但是我不领取任何薪水 他实际上是弗吉尼亚的一小地主 他觉得我不领取任何薪水 我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名誉而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也需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在刚刚爆发北美独立战争的时候 你当这个官是很有可能成为叛党领袖的是吧 很有可能被拿去砍掉脑袋的 谁也不能真正的确认自己有足够的把握 把英国给推翻了 英国毕竟不是好玩的国家 北美独立战争就这么开始 具体的战争经过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 大家简单的理解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华盛顿这个人很坦白的说从军事上一无可取之处 这个人打仗没怎么赢过的 只要有他出现在战争进门全败了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跟孙中山相提并论 这是美国的孙中山同志 华盛顿败的很惨 但华盛顿有一个金刚不坏之体 练过金中罩铁步担 他在前线枪临弹雨当中可以说安置若素的时候 所有子弹到他面前拐弯 他这辈子没受过伤 他还不是跑 他不是躲在后方司令部 他真上前线 跟敌人面对面 他不受伤 这也是一神人 虽然自个人打仗不怎么样 但有一点好处 就是他知道自个人打仗不怎么样 这就成刘备了 刘备知道自个本事不行 他手里存一大汪人 这就行 他手里有一些名人 特别是华盛顿请来了普鲁士的顾问 请来了法国的军事顾问 把这些欧洲大陆上的强国的顾问请过来 帮助他训练军队 大陆军虽然是由一分钟人组成的 虽然每个人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 但他不是军队 他在一个近代化的军队军事行动当中 这种游击队应该说效率可能不是太高的 华盛顿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训练 为美国缔造了第一支军队 这个人在做美国的国父或者军方军队之父来都是没问题的 也有几个漂亮仗 比如说像撒拉托加 1777年的撒拉托加大劫使得欧中改变了对北美殖民地的看法 1777年之前没有人相信北美殖民地能打赢 但是居然有了撒拉托加这样的大劫英国人惨败 欧洲有两个国家转而支持北美 转而支持北美 两个一个是法国一个是荷兰 你看法国和荷兰这两国家是不是跟英国属于有诉仇那种感觉 终于看见一个可爱的给英国添恶心的机会了 奥林匹克的精神叫重在掺和吗 这种时候不掺和对不起组织 好把这个想清楚 那么北美殖民地是用战争的方式走向独立的 我们今天说美国独立的标志或者美国国庆日是按哪一天算 7月4号是吧 7月4号 那是1776年的7月4号 也是在第二节大陆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 这个独立宣言在我个人所阅读到的这种西方文献当中 我认为它是人类近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极致 人类近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极致 在我们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到了它的这种原文 先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独立宣言 时间我们不再多说了 起草人最初的起草人是托马斯杰斐逊 后来是向这个弗兰克林帮他改了一些东西 但不太多 7月4日正式通过第二节大陆会议正式通过 在这篇宣言的前面有一段隐言 隐言里边经典的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思想 我在四中教授的时候 我要求我的文科班学生对这段英文必须会背 这是一个要求他们必须背诵的 我认为是人类近代文明的一种标志性的一个文件 所以我跟他们一起来背 我相信你们也应该在英语课本应该能看到过 英语课本有没有 我们那怎么好像学过这个 不管的了 你可以简单来听 比如他一开篇写到 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他用了这么一个词 we hold 就是我们持有 我们认为 this truth 这些真理 self-evident self是自我的 evident是证据 自我证明的 不言而喻的 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虽然他是从基督教的这种理念说的 说人是被造主创造出来就是平等的 对吧 那么他体现的是一个什么基本思想 现在我们可以翻译的叫人生而平等 对吧 那么也可以说上帝面前人人平 因为上帝是creator 是造物主 对吧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抛弃他那个宗教色彩 可以被翻译成人生而平等 好 再往下 we are installed by the creator some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他们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 用了两个词 一个是certain certain是什么意思 certain是确定的固有的 对吧 certain number是固定的一个数字 对吧 certain unalienable unalienable 一看前面的un就是不的 对吧 然后alien应该是一个核心词 noble是它的形容词性 对吧 unalienable这个核心词alien 应该是怎么评吧 alien alien是什么意思 外星人 外星的 它还有一个意思 作为异化的 分割的 远离的 所以有一个词叫alienate alienate 这个词实际上是 比如说你们班主任想打击某人 就号召全般alienate him 就孤立他 孤立他 也叫isolate isolate 就是分离 使孤立 那么在这如果加上了unalienable 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意思 明白吗 每个人被上帝被他的造物主赋予他一些固定的不可分割的权利 什么意思 天赋人权 对吧 天赋人权里边也有一些是可以分割的 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水瓶子是我的 我对他拥有天赋的所有权 对吧 我送给你了 可以吗 我可以把我的东西送给你吧 我送给你以后这东西是谁的 是你的 这个权利是不是可以转让的 但是有一些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哪些权利是不可分割的 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是不可分割的 换言之 生命权 你别信 尤其将来谈恋爱的时候千万别信 某个小帅哥跪在你面前说 我要去为你去死 那你可以誓言他 去吧 顾正和就在那里 懂 现在我们在18楼 自由了题 他准着一人愤怒地看你 你太狠心了 我怎么能问你这样的人去死 去你的吧 别信他 他说我愿意把生命交给你 我愿意怎么怎么 那都是 不是假话 就是疯话 绝对不是理性的话 真到要死要活的时候 中国古人挺惨的说过一句话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来时各自非 都结了婚了还哪得应 所以追求的时候 咱们不是说爱情就美好 还是很美的一个感觉 但是别轻易相信 他能把生命权交给你 在这我也提醒你 将来跟你们那口子一块过日子的时候 别把对方的自由权全部都给占据了 两口子过日子要有各自的生活 成天在一块 王不看驴斗对了眼了 看着看着就烦了 你知道吗 你等不到七天之痒 这婚姻就维持不下去了 要给对方一点自由 要给对方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可能是一些过去情人的信 锁起来 找一个咖啥藏着 然后大度的说 我不在乎 心里在乎不在乎再说 你如果今天跟谁约会去了 晚出的三三半钟 这日子没法过 有些权利是每一个个体都需要受到尊重的 生命权 自由权 还有一个叫做pursuit of happiness 对吧 什么叫追求幸福的权利 你自己去想讲 幸福对每个人来讲 你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吧 我认为这样好 你认为那样好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那么也就意味着每个人应该活出自己来 对不对 如果我在这跟你说 如果我根本不是你的敌人 我是你亲爹 我是你老师 我最爱你 我跟你说 你要去学某某专业 那样很幸福 你应该告诉他 我有不可分割的我对幸福下定义的权利 对吗 我想活成我自己 你把这三点想明白 美国人的样子就出来了 美国人特怕死 美国人老想维持自己的生命 所以弄了好多科学仪器放在战场打别人 他自个儿死点人要命 你想想中国人就不怕 中国人向来不在乎 对不对 我们回头去看英国 英国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最高级别的革命 叫光荣革命